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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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樣把上個禮拜講得很簡單的 給各位做一個很快的review 我想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在講一個fishing reaction 核分裂反應 我們很單純的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核分裂反應會發生在某些特定的核種 我們採用的概念就有點像前面介紹一個neutron 跟一個nucleide interaction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中間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那個中子被那個nucleide吸收 暫時非常短暫的形成了一個所謂的一個compound nuclide 然後它後面再進行一些事情 所以這裡有兩個keyword 一個叫critical energy 一個叫critical energy 就是說我的那個nucleide一定要具有超過那個critical energy 所具有的能量 它才能具有足夠的能力 會把我的nucleide分成兩個核心 然後它才有機會分開來 那這個能量要從哪裡來呢 這個能量要從一個nucleide 它吸收一個中子 所釋放出來的separation energy 那邊得到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個sermoneutron sermoneutron所具有的能量是非常低的 如果一個sermoneutron就可以造成核分裂的話 那種材料叫做fisile 那種材料叫做fisile 如果我一個原子核 它必須中子具有足夠的能量 加上它的separation energy 才能夠大於我的critical energy的話 那種nucleide呢 我稱它為fishingable nuclide fishingable nuclide 只有快中子會造成它的fishing 那這裡附帶一提的呢 幾乎所有的fishingable nuclide 我們又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fotile fotile是什麼意思呢 這種nuclide吸收一個中子之後 它會進行兩次beta的衰變 然後形成一個新的核種 那個核種是fisile 那個核種是fisile 這種東西叫做fotile 這幾個名詞是我們將來 在後面的時候會不斷地看到 所以一定要把它 一定要把它區分清楚 然後呢 另外一個我們談的是fishing cosection 給各位看的連續有四個圖 連續有這個 抱歉連續有五個圖 就是78頁一直到80頁 這裡連續五個圖 談的就是fishing cosection 隨著中子能量的關係 所以很注意一件事情 在能量低的時候呢 我是v over 1 1 over v的這個behavior 然後我進入到resonance region 然後我再進入到所謂的 fast neutron region 它一個概念 當我中子能量越大的時候 我的cosection基本上是越低的 然後我fast neutron跟simal neutron 我可能可以差到一萬倍 它的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講cosection的物理概念是什麼 cosection的物理概念是什麼 它發生某一個反應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代表越是simal neutron 它被吸收之後 OK這樣講 越是simal neutron 它越容易跟nuclein 產生所謂的fishing reaction 如果它是fissile的話 當然如果它是fissionable nuclei的話 那基本上simal neutron 是沒有辦法造成fishing 這是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呢 我們談的是這個fishing product fishing product 我們都知道一個fishing reaction 基本上把一個u235核 然後或者一個u233核 或者一個u239核 打成兩個比較輕的核 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是哪兩個核種 那不是固定的核種 而是一個分布 它只要我的中指數跟直指數 是滿足我的conservation的這個道理 滿足我balance的這一個數字的 一個balance的話都有可能 所以一個fishing產生之後 它會產生到底怎麼樣的fishing product 它是一個機率的一個分布 那個分布呢 就是3.12圖這個分布 它為什麼是double peak呢 因為是兩個 還有兩個核種 所以有一個固定另外一個就 另外一個幾乎就固定了 所以它是一個double peak 所以你會發現 那這個東西呢 它會產生某一個核種的比例 那個叫什麼呢 有一個名詞叫fishing yield 叫fishing yield 那這個fishing yield 它本身跟核種有關 跟你是哪一個physia有關 然後跟你中指的能量有關 所以課本上畫了兩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是sermoneutron 還有一個是這個14mEV的這個fast neutron 還是fast neutron 那這些fishing product都不穩定 這些fishing product都不穩定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衰變 它會衰變 通常都會釋放出來β 通常都會釋放出來電子 為什麼是電子呢 因為這些fishing product裡面 通常它的中指 是超過它stable所需要的中指數 所以它要把中指變成什麼 直指 所以中指變成直指 它就釋放出來一個電子 所以絕大部分是β衰變 只要有β衰變 辦誰的就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γ射線出來 那這β跟這γ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能量的一個形式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當我一個fishing reaction發生之後 我有一部分的能量 是在fishing發生的瞬間出來的 以什麼形式出來呢 以γ rate的形式 或者以這個fishing product 動能的形式出來 還有一部分的能量 會到以後才會慢慢放出來 隨著它fishing product decay 才會放出來 那一部分的heat呢 我們稱它為一個名詞 叫做decay heat 叫做衰變熱 叫做衰變熱 所以fishing product呢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一個核分裂反應的一個 一個必然會產生的一個東西 那它對整個核 整個核能應用上來講的話 它是最 它是一個troublemaker OK 全部核能安全的問題 就是集中在這個fishing 集中在這個decay heat上面 只要我有一個 妥當的方法 能夠把decay heat移除 核電廠沒有安全顧慮 沒有安全顧慮 所以整個decay heat呢 是核電廠運轉的時候呢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安全的議題 最重要的安全議題 這是一個 那我們只是講說 我們為什麼擔心核電廠的安全 因為我們擔心放射線物質 會釋放到外界環境 跟生物鏈產生接觸 舉個例子來講 發生過輔導 讓你講兩個核種 看報紙 OK 至少學點嘗試吧 兩個核種就好 哪兩個 點131 還有呢 色137 OK 這兩個都是fishing product 所以這些fishing product 如果釋放到外界環境的話 就會對生物體 或者對環境造成傷害 所以會造成威脅到安全的 也是fishing product 也是fishing product 所以如果我們說 核分裂反應產生出來 都是穩定核種 那個世界就是太美好了 好 那這是fishing product 所謂的扮演的一個角色 除了這兩個之外 fishing product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呢 有一個名詞 Poisoning 什麼意思 毒藥 OK 那fishing product 為什麼是毒藥呢 因為有一些 Xenon我忘記是幾了 131吧 有一些核種 它會強烈的吸收中脂 所以它一旦在核分裂產生之後 它會強烈的吸收中脂 那強烈的吸收中脂呢 就會降低了你中脂 被fissile吸收的機會 所以呢 你需要更多的fissile 才能夠讓反應器呢 達到臨界 所以這個fishing product Poisoning呢 是我們在運轉核能電廠的時候 當你要算它這個功率 隨著時間變化的時候 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呢 在這一章沒有提到 這章沒有提到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會在 會在第七章的時候 講這個 第六章的時候 Kinetics時候 會提到 會提到這個東西 那邊蠻多的事情 都是專注在這一點 所以回過頭來整理一下 Fishing product 有三個事情 有三件事 對我們核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呢 它是代表一個能量 這個能量呢 會在Fishing發生反應之後 持續的產生 持續的產生 所以熱移除 構成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Fishing product 絕大部分是不穩定的 它會釋放出來放射線 所以釋放出來放射線 如果Fishing product 跑到外界環境的話 會對生物造成影響 這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也就是Fishing product 本身有一些是 強烈吸收中脂的物質 它的存在 會影響到我的 反應器的一個 一個 影響到反應器的一個 critical的狀態 所以你必須增加 Fisier的濃度去克服它 這是Fishing product的一個 一個主要的一個concent 當然在做這些計算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需要一個數字 就是Fishing product的year 那個year呢 也就是在這個圖上面 所顯示出來的數字 好 那我們下面要講的呢 我們下面要講的呢 是這個課本的這個 這個3.46跟3.47這個式子 3.46跟3.47這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呢 基本上 我們要講 我們要因為它的decay heat 既然是這麼重要的話 我們一定要一個方法 能夠算說 自從我Fishing分裂反應之後 我會持續的釋放出來多少的熱量 隨著時間的變化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這個 好 那我Fishing product呢 可以有好幾百種 好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個 單一的一個 單一的一個 Decay的一個公式 來算它 我們沒辦法這樣子來算它 可是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實際上 我們拿一個Fisier 或者拿足夠的一個 一個uranic 然後我們讓它發生了分裂反應 然後我們去測量 之後 所釋放出來的β 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然後我們用一個經驗公式 來處理它 所謂經驗公式來處理它 我們去測量 假設呢 我是測量說 這個T0呢 就是我發生Fishing的時間 然後呢 我這邊講說 我的這個β emission 我的這個β decay 我的β decay 我的β decay 我們看課本的 看課本用的這個數字 我們看這個3.46 它這邊講的是β decay per second 這有個單位 這個單位叫什麼 活度的單位叫什麼 前面交的 BQ 這也就是BQ 所以我們可以去測量 它誰的時間 它衰減的速度 Overall衰減的一個速度 所以根據這樣子 我用一個公式去fit它 我用一個公式去fit它 所以我們的β decay β decay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3.8乘以10的負6 T負的1.2 這T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距離 我距離我fishing發生的時間 這是β decay 那後面的單位呢 也就是BQ perfishing 我如果發生一個fishing反應 誰的時間 我的β decay的數目 一個fishing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的γ decay 我們γ decay 大概就是1.9乘以10的負6 T的負1.2 它會 也是BQ 也是perfishing OK 也是PQ perfishing 那這個式子呢 適用於就是說 我的時間超過10分鐘 10秒鐘之後呢 才適用 這是我釋放出來的這個 釋放出來的 addictivity 釋放出來的 addictivity 那我們現在來 下面要導一個式子呢 我們要導一個式子 也就是課本上的說 說我們要導一個式子呢 是在課本的這個fishing 在這個3.49這個式子 我們要做一個推導 那下面有一個圖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課本的84頁Figure 3.13 我們現在講說 有一個反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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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算一個事情 我現在要算fishing product activity 我一個reactor 我在一個constant power 在我的功率是P這個固定之下 運轉了T這麼多天之後 我問一個問題 那我的fishing product activity 是多少 當然這個fishing product activity呢 是時間的函數 跟你shut down之後 跟你shut down之後的時間有關 所以我們簡單的畫一個說 我們所要表達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一個反應器 在這裡 我開始啟動 OK 運轉了T這麼多的時間 我shut down 那這一段時間是T 這一段時間是T 然後我現在問了說 在shut down之後 我這邊的時間是小T 那請問誰的這一段時間 請問誰的這一段時間 我的fishing product activity呢 會越來越小 對不對 會越來越小 我們要知道fishing product activity 隨著這個shut down之後 隨著時間的改變的這個速度 隨便改變的這個速度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們用的一個概念 我們用一個積分 我們在這個時間發生的fishing 在這裡會有fishing product的contribution addictivity contribution 在這裡也會有它的contribution 所以在這一點 所有的fishing product activity 是什麼呢 就前面發生fishing之後 把它累加到這裡 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也是一樣 前面把它累加過來 只不過它衰變的時間 再變得長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呢 另外畫了一個 另外畫了一個積分軸 這個是一個ds 一個小的範圍 那我的s呢 是這樣的一個時間 s代表說什麼呢 我fishing發生的時間 到我所考慮的時間之間的一個 一個參數 一個參數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怎麼來寫這東西 fishing 因為我們這邊給的是power 我們這邊給的是power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到底有多少一個megawatt OK 我們一個簡單的單位 如果我一個megawatt day megawatt是功率的單位 乘上時間變成能量的單位 我要這麼多的能量 我需要2.7乘以10的21次方個fishing 才能產生一個megawatt day的能量 一個megawatt day的能量 所以再來看我是p megawatt 所以the number of fishing 所以number of fishing number of fishing per day 是2.7乘以10的21次方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倒 這個數字我們等一下再推倒 我們現在先把它擺在這 這個數字我們可以等著再來推倒 那我們現在來看 好 我們現在講這一個小的範圍之內 請問它發生了多少的fishing 發生了多少的fishing 所以是2.7乘以10的21次方p的ds 就是在這個ds範圍之內 我發生了多少個fishing 我發生了多少個fishing OK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 我fishing product activity 好 那在這個時間請問一下我的fishing product activity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距離這個fishing 多遠呢 多遠呢 s這個時間 所以我的fishing product activity呢 是s負的1.2次方 這個1.03呢 也就是我們把這兩個beta跟gamma加在一起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單位的轉換 做一個什麼單位的轉換呢 把bq轉成qre 1qre等於多少bq 3.7乘以10的十次方 所以這裡是做了一個單位的轉換 這是怎麼來的呢 我把beta跟gamma加在一起 然後除上一個3.7乘以10的十次方 我把它變成qre 那這東西會變成s負1.2 是因為我在這一個時間 在這個時間我距離我的fishing 已經有s這麼多的時間 已經有s這麼多的時間 OK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還是一樣 這邊呢還是一個ds 就是說我要把它累積起來 我要把它累積起來 所以fishing product ok 所以這東西呢 我們是從哪裡積起呢 t 加上t 0.28 乘以10的六次方 power s負1.2ds 我積分的下線呢是t 然後這個積分的上線呢是t加上t 為什麼呢 我從這裡算起 我從這裡算起 所以這個積分完之後 我的是什麼都 s會不會在了 不會了 只剩下一個什麼參數 t 小t 因為這是固定的 大t是固定的 所以我最後一個變數是t 那這個t呢 就是隨著我下檔之後 隨著我下檔之後 我的addivity 我的addivity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積分 把它做出來呢 我們會得到課本上面的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會等於1.4 乘以10的六次方p t的負0.2 減的t加上t的負的0.2 它的單位是curie ok 好 那這是我們的fishing product addivity 就是它會釋放出來beta 多少beta 加上多少gamma的粒子 這個對我們要計算一些 計量的時候也許有用 但是要計算能量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乘上什麼 請問平均來講 一個beta rate是多少能量 一個gamma rate是多少能量 ok 所以我們講decay energy的時候 decay energy 我們說average energy 一個平均是0.4 那gamma一個平均是0.7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東西呢 乘在這個 這個0.4呢 gamma beta乘在3.46 然後這個 這個 gamma乘在3.47 然後把它加起來 我們可以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decay energy rate 也就是3.50這個式子 好 3.50這個式子 ok 好 那這是我們算decay energy的一個方式 那這些equation呢 適合在下當之後 超過10秒鐘都適合 這是一種算法 那你真正將來做安全分析的時候 真正如果各位繼續在核公 核電這行走下去 做安全分析的時候 如何計算decay heat 永遠是你做安全分析的時候 第一個要問的問題 好 那 這樣子的一個算法 是不是夠保守 什麼叫保守 就是說 因為decay heat removal 是我的一個安全的一個問題 所以什麼叫夠保守 我應該盡可能地去高估它 而不是低估它 這個式子呢 基本上既不高估也不低估 是我認為比較正確的式子 但是我做安全分析的時候 我通常會要求要做比較保守的計算 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式子 不是用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decay heat curve 它基本上是條曲線 叫decay heat curve 那如果你去不同的文獻找的時候 它會有好多個不同的decay heat curve 有不同的計算的方法 有它不同的保守的程度 這裡只是給一個例子 給一個例子 好 那我們現在看課本上有一個3.12這個例子 基本上是在帶式子 把數字帶到式子裡面去 我們這邊就不太講了 我們這邊不講了 好 我們下面要來講一個 fishing neutrons fishing neutrons 我們上次提到一點點 我們提到一點點說 我的fishing neutrons 我分成兩大類 我分成兩類 那兩類呢 因為它出來的時間不一樣 我把它分成兩類 一個叫做promp neutron 還有一個呢 叫做 還有一個呢 叫做delay neutron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個 delay neutron 然後delay neutron 然後delay neutron promp neutron還有delay neutron 有些什麼樣的特質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它 那這裡呢 有兩個重要的跟fishing neutron有關的參數呢 一個是mu 還有一個是eta 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參數 這個在我們後面做reactive physics分析的時候 這兩個參數不斷的會出現 所以你們要知道 它是average number of neutron released 這應該是total 是prompt加上delay 兩個都算在一起 兩個都算在一起 那這個呢 perfishing 我一個分裂反應 平均來講 我會釋放出來多少個 我會多少多少的 多少個neutron 多少的neutron 所以它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它跟是什麼樣的physia有關 跟你是什麼樣的核種有關 還有跟什麼有關呢 跟這個進來的能量有關 跟它的能量有關 這是mu mu這個數值 那mu這個數值呢 在課本上有列表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裡有另外一個參數 eta 這是average number of neutron released in fission per neutron absorbed 所以這兩個差在哪裡 這兩個差在哪裡 一個是perfishing 還有一個是什麼 per neutron absorbed by a fissile nucleic 差在哪裡 因為有一些fissile 它有一些neutron被fissile吸收掉之後 它會不會產生fishing 不會 它會被吸收掉 所以這兩個中間差一個比例 這兩個中間差一個比例 所以eta等於mu乘上sigmaf 底下是sigma gamma加上sigmaf ok 那我們前面定義一個東西 我們定義一個參數 叫alpha等於這個sigma gamma over sigmaf 那我的eta呢 就等於mu over e加 alpha mu e加 alpha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事實上這個東西 才是我們做reactive physics分析裡面 比較重要的一個參數 比較重要的一個參數 那這課本呢 是3.51跟3.52這個式子 3.51跟3.52這個式子 那各位翻到課本的82頁 到課本的82頁table3.4 這邊有一個sigma neutron sigma neutron 它的這個幾個重要的參數 後面最後三個 alpha eta mu alpha eta mu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對Protonin而言 對Protonin 239而言 或者對Protonin 241而言 Protonin這種燃料呢 你的eta的value 相對來講是比較小的 但是你的mu value 相對來講是比較大的 那對有人你233來講的話 你的eta value呢可能是最大的 你的eta value可能是最 eta value所謂的最大的 那這代表什麼呢 eta代表什麼 你實際上被用掉的physa 因為它是absorbed by a physa 所以eta代表說 我一個physa消失了 一個physa消失了 會產生幾個neutron OK 會產生幾個neutron mu代表什麼呢 是一個physion會產生幾個neutron 所以在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我真正care的是我physa的含量 隨著時間的變化 所以我們常常算的時候呢 會用這個數值來 會用這個數值來 這個數值越大的時候 代表說什麼 我一個neutron被physa吸收掉之後 它會產生更多的neutron 會產生更多的 會產生更多的neutron 好 那這個東西呢是一個 這個東西呢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跟nuclein有關 跟nuclein有關 但是我常常在這個 我常常在一個反應器裡面呢 它不是只存在一個physa 一個反應器 我們講physa通常有什麼呢 uranic-233 uranic-235 Protonin-239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三個 我一個反應器裡面 我通常 我通常存在的 只要運轉一段時間之後 它不是單一的physa 它一定是有別的physa產生 我們現在最常見的就是這兩種 這兩種會共存 如果你反應器的燃料呢 用的是TH232 然後你用uranic-235呢 是來帶動它 這兩種東西會共存 這兩種東西會共存 所以當你要算這個mixture的時候 你的equation呢 就是課本上的3.53這個式子 課本上3.53這個式子 它是一個mixture的一個狀況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當然 如果說我一個nuclein裡面 我是uranic-235 我natural uranium裡面有兩種同位素 一個U-235 然後一個U-238 所以我natural uranium擺在一起 我可不可以算一個eta 可以 對不對 然後當我把U-235的含量提高了 也就是增加我的 增加我的U-235的含量 我們有一個術語叫做enrichment OK 那我把enrichment改變之後 我的eta數值會不會變 也一樣會變 OK 也一樣會變 所以這eta呢 基本上跟我的 有蠻多的參數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關係 當然當我們 你可以知道這個事情一定是什麼 什麼的函數 能量的函數 因為不同的能量的時候呢 不同的能量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eta的數值呢 會不一樣 那我們在後面的時候呢 針對這個數值呢 會有更詳細的一個 針對eta 會有更詳細的一個說明 所以這個會跟著我們 OK 一直跟到 我們要講這個kinetics 一直會跟著我們 好 那這是講eta這個參數 同樣的我們現在看 Example 3.13 Example 3.13 也是一樣 這邊都是帶數字 所以對很多的例題呢 對很多的例題呢 我大概都不會去講 因為 都是把數字帶進去而已 好 那我們現在講完的這個 neutron release per fission 好 neutron release in the fission 那我們現在進到另外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promp neutron 還有delay neutron promp neutron 還有delay neutron 那promp neutron delay neutron 我們第一件事情 要談的是什麼呢 energy 我們要談的是energy 什麼energy呢 就是說我的neutron 放出來的時候 它所具有的kinetic energy 它的kinetic energy呢 也不是一個單一的能量 它也是一個分布 它也是一個分布 它的分布長得什麼樣子呢 就是各位看到課本的87頁 圖3.14 the prompt neutron spectrum promp neutron spectrum 它的長相呢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所以橫坐標呢 是能量 重坐標呢 ok 在這個能量的中子所佔的比例 好 在這個能量中子所佔的比例 那x1 d1 x1 d1 是一個沒有單位的一個number 這代表probability 好 這我們跟前面講已經講過了 bossman maxwell bossman distribution 一樣的概念 好 所以重坐標的單位是什麼 重坐标的单位是什么 重坐标的单位是它 因为这两个层在一起 代表一个fraction 代表中子存在于 这个能量的一个比例 这个是fishing fishing neutron prong neutron的一个 一个能量的分布 这个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件事情重要的 看横坐标 看它的能量 OK 大不大 大 相对于simal neutron 大了几倍 10的7次方 10的8次方倍 OK 所以这能量是非常高的 能量的一个 neutron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看 在这样 neutron的能量之下 请问它的fishing cosection 是多少 很小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如果我们要很容易地 维持一个可控制的 切reaction的话 我要怎么样呢 我要把它的能量降低 就回到我们前面的moderation 回到我们前面的moderation 当然这里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东西我0到无穷大 会是等于 这个积分结果会等于1 通常我们这里有一个名词 这里给它一个名词 我们叫fishing spectrum 这里省略到一个字 fishing neutron spectrum OK fishing neutron spectrum 课本上也有写到 课本上也有写到说 它最可能的能量 它的average的能量 是1.98neV 它的average的能量 是1.98个neV 那它最可能的能量 是0.73个neV 代表说什么 这地方是0.73 0.73 这是一个fishing neutron的 一个spectrum 一个fishing neutron spectrum 好 那我们下面要介绍的 另外一个叫做delay neutron delay neutron 它基本上就是说 它不是在这个核分裂反应的 瞬间放出来的 不是在核分裂反应的 瞬间放出来的 好 举个例子来讲 举个例子来讲 我的这个fishing product 我有一个fishing product 它经过一个β decay 它有一个half life OK 产生了一个 OK 它基本上来源是这样 我有一些fishing product 它本身不稳定 它不稳定 然后呢 它会经过一个β decay 产生一个dottal nuclei 它的半衰期是t2分之1 然后呢 这个dottal nuclei 它本身是在一个excited state 它是非常不稳定 它直接就把扭闯踢出去了 它的半衰期几乎等于0 几乎等于0 那所以这个fishing product 我们称它为什么呢 我们称它为delay neutron precursor delay neutron precursors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呢 我们有一种东西呢 叫做br bromine 87 然后呢 它会经过一个β衰变 t2分之1等于54.5秒 OK 然后呢 这个kr87 然后呢 再经过一个neutron decay 这aproximal zero 变成kr86 OK kr86 OK 所以这个叫denay neutron precursor 这代表一件事情 我reactor要停机 我把控制棒全部插进去 fishing reaction会不会完全立刻停止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还有些东西还没完没了地在放出中止 所以这个会持续一小段的时间 这会持续一小段的时间 OK 那这东西呢 我们在后面交代kinetics 就是说power随着时间变化的时候呢 会再看到它 所以denay neutron跟promp neutron最大的差别 它出来时间不一致 OK 那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 当然我不能讲更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它的energy OK 我们刚刚讲promp neutron是有一个能量分布的 denay neutron有没有能量分布 没有 单一能量 OK 因为它是从excited state下来的 所以它几乎是单一能量 所以如果我要画它的spectrum 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条线 就在这个能量 就在这个能量 所以我们这样讲 delay neutron precursor 那我不同的nuclein 产生fishing的时候 我的delay neutron的precursor 是不一样的 我delay neutron的precursor 是不一样的 那对Uranium-235 我大概有20个nuclein 这样的nuclein 都会放出beta decay之后 放出nuclein 大概有20个 可是呢 我根据它前面这一个beta decay 半衰期的长短呢 我可以把它group成 这个group成这个六组 group成六组 然后这六组呢 不同的decay time 我们现在翻到课本的88页 OK table 3.5 delay neutron data for thermal fishing in Uranium-235 OK in Uranium-235 所以你看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六组 它half-life呢 最长的是55.72 最短的是0.230 然后它有decay constant OK 当然decay constant 跟half-life是一样的 它有释放出来中止的一个 释放出来中止的一个能量 然后再来呢 eared neutron per fission fishing这个所谓的fishing year的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fraction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它有多少个 多少个占total neutron的fraction 前面是year的 这个year的是什么呢 它的denay neutron precursor的year 前面的year的是指它 那fraction指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neutron 占全部mu的比例 占全部mu的比例 占了多少 mu是一个数值 那这个neutron 占了里面多少的比例 你看加起来是多少呢 0.0065 代表是多少 万分之65 所以1万个neutron里面 释放出来1万个neutron 只有65个是delayed的 OK 那9935是prompt OK 那各位翻到课本的 翻到课本的这个 343页 各位翻到课本的343页 343页 你看table7.2 看table7.2 这边看到另外几个 另外几个delayed neutron 的fraction 包括uranin-233 然后这个uranin-235 还有potonin-239 看见没有 不同的neuclide 它的delayed neutron fraction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用不同的能量 去产生的话 它delayed neutronfraction 也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一样的 那delayed neutronfraction delayed neutronfraction 它的比例非常的低 OK 但是它在reactor 稳定运转上面 所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delayed neutronfraction 我们不可能稳定的去控制 核反应器 我讲的很肯定 如果自然界在发生fishing反应的时候 没有delayed neutronfraction这个字 所有neutron都是瞬间放出来 我们不可能去控制核反应器 所以不可能去控制核反应器 那一个不可控制的核反应器 就是什么 原子弹 所以我要试爆一个原子弹的话 我要炸一个原子弹 代表说什么 我不要delayed neutron 它都可以critical OK 我不要delayed neutron 它都可以维持我核分裂 连锁反应 那时候就会炸掉 所以这delayed neutronfraction 这个我们后面再教 我们后面再讲 所以delayed neutron这个东西 虽然它占的比例很小 但是它对我们反应器的控制 还有我们反应器稳定的运转 所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们下面再来讲说 要计算一个东西 我们前面没有算的 就是当我们在计算 decade heat的时候 有一个参数 有一个参数是这个6点 是这个2.7乘以10的21次方 这个参数怎么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 OK Energy released in fission 事实上我们前面教过怎么算 对不对 我一个有Renine 235 加上一个neutron 变成fission product1 加上fission product2 加上μ个neutron OK 如果我这些fission product都决定了 这个μ也是一个 这我们不要用mine 用x 一个固定的数 我用energy balance 我就可以算出来 它这个fission 可以放出多少能量 对不对 这是可以算的 那我们这里在讲什么呢 on the average 平均来讲 因为我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固定的 这三个东西 是不是固定的 不是 跟我neutron能量有关的 每一个每一个反应 是一个probability 是一个stochastic process 所以那这东西呢 那我们讲这energy release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average的一个结果 average的一个结果 那我现在要各位看的是什么呢 table 3.6 然后我们再交代一件事情 这些能量到哪去了 这些释放出来的能量到哪里去了 到哪里去了 OK 所以这些能量呢 我们基本上 我们说这边 total energy 好 基本上我们看一下table 我们看一下table3.6 我们看一下table3.6 它主要的能量 主要的能量是从 fishing product fishing fragment fishing fragment也就是所谓的 fishing product 它会带有一部分的动能 这个动能 它产生之后它带有一部分动能 这个动能马上就被你的结构材料 所吸收了 所以带走这个168 168个NEV 这是可以recover 大概85%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fishing product decay fishing product decay 有beta rate 有gamma rate 其中还有一部分是neutronal neutronal带走的这个12个NEV的 另外还有promp gamma rate 还有fishing neutron 还有这个 这个captial gamma rate 这个captial gamma rate 指的是什么 只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captial gamma rate OK 这captial gamma rate 是怎么样呢 我有mu减掉1的neutron mu减掉1的neutron 被结构材料 或者被控制材料 或者被moderator 或者被cooler吸收了 那些neutron被吸收之后 我的nuclein会怎么样 会被活化 活化会放出什么 gamma rate 所以有一份能量叫captial gamma rate 会从那边出来 为什么是mu减1 为什么是mu减1 对 因为有一个一定被nuclein吸收掉 被fisor吸收掉 要不然fishing没有就停止了 所以mu减1 这mu减1的neutron被吸收掉之后 会产生captial gamma rate 会产生captial gamma rate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table3.6 就是有一个emitted 一个就是emitted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再来后面是一个recoverable energy 那你比较一下recoverable energy 只有一个不见了 什么东西不见了 neutron不见了 因为neutron它基本上不具质量 不具电荷 所以它通过物质来无引述无中 你挡不住它 所以这一部分能量会 这一部分能量会不见 这一部分能量不见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推导出来的 2.7乘以10的几次方那个数字呢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为出发点 来推导那个数值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